为了实现清洁供暖 循环经济也在发挥重要作用 在国内一些地区利用接杆 工业余热来供热 已经成为新趋势 实现了变费为宝 清洁低碳 在湖北俄州 一条生物质热解多联产生产线 正在处理回收的接杆 据测算 每吨接杆热解可产200多立方米生物质器 350公斤生物质碳等资源 这个项目每年可综合利用5.3万吨农林废弃物 供周边6000户农民用气 多余燃气 用于发电 比如现在农村的节杆 我们9亿多吨节杆 真正用于能源化的 还只有不到1亿吨 这样的话既解决了我们部分城市居民的用热用能的问题 也解决了我们环境污染的问题 专家表示 接杆等生物智能的开发利用 在供暖等场景已实现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有效替代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生物质清洁供暖面积约为3亿平方米 我国北方地区村镇的供暖面积在70亿平方米以上 如果将国内生物质资源的10%用于清洁供暖面积 就可以实现生物质取暖面积10亿平方米以上的目标 严格节约标准煤约2300万吨 在山东泰山钢铁集团 高炉转炉在生产中产生的余热 正通过4个余热供热站实现有效回收 像周边200万平方米 20多个村庄社区供暖 这个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媒近3万吨 据统计 截至2021年 火电 钢铁冶金 石油化工 建材 大型数据中心等企业的低频位余热 用于供暖的总面积约2.15亿平方米 未来还存在较大利用空间